俄罗斯世界杯进入北升,只剩下决赛和季军的争夺,不少球迷也开始把目光关注到俱乐部的运作上。 本周,曼联已经开始了新赛季的准备,20多名没有世界杯任务的球员,已经回到卡林顿训练基地。 穆里尼奥也随后赶到,下周,曼联全队将前往美国,进行多场夏季热身赛。 目前,曼联仍有7名球员需要征战世界杯,包括周六有比赛的卢卡库、费莱尼、拉什福德、林加德、阿什利扬以及琼斯, 还有周日决赛的伯格巴,有媒体认为,他们将不会参加曼联在美国的热身赛,甚至连英超的剑木战,也未必能够参与。 而此前出局的罗霍、德赫亚、林德洛夫、弗雷德和马蒂奇,则有望在美国行的后期加入球队,一起备战新赛季的英超赛事。 此前传出要离队的布林德,根据荷兰电讯报的报道, 他有可能在48小时内完成转会。 电讯报认为,曼联和阿贾克斯在转会会上还没有达成一致,但阿贾克斯总经理范德萨或许会做出让步, 双方将在1700万英镑的数字上找到共识。 范德萨作为曼联的供需门将,和曼联一直保持良好关系, 将带回这名荷兰的后卫,阿贾克斯愿意提供一份三年到四年的合同, 但他们更加希望这个交易,能够在本周内完成。 原因之一是,曼联下周将出发去美国,如果布林德随队的话,会造成不小的麻烦。 对于两个俱乐部来说,都不是理想的选择,更重要的是,还有不到两周,阿贾克斯将迎来欧冠资格赛。 他们的对手是奥地利的哥拉茨风暴,荷兰方面希望能够尽快带来布林德,能够赶上这场欧冠比赛。 布林德上赛季仅仅为曼联首八十四场,其中欧冠小组赛六场全部打满。 如果不是因为受伤的原因,曼联和赛维利亚两回合的淘汰赛,他也应该能够参与。 可以看出,穆里尼奥比较看重证明荷兰人在欧洲赛场的作用,曼联要送走一些出场比较少的球员,已经不是什么秘密。 类似的还有达米安,目前正和尤文图斯商谈,但尤文图斯出价1400万和曼联的预期仍有一定差距。 如果布林德真的要离队,相信阿贾克斯比曼联更为着急,他们想有更多时间,让布林德和全队磨合。 或许球迷不用等太久,曼联在出发到美国之前,本周末就可能会有答案。 作者系曼联,二十多年忠实粉丝,乐意和球迷一起分享对球队的热爱。 欢迎点赞转发,欢迎关注嗨皮曼联。 请不吝点赞转发,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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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。